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九点整 九点整 看看现在北京的状态 没有宣布封城 但是实际上也跟那差不多了 这是街上的这个样子 人呢基本上没有 车呢也是三三两两 感觉上就跟北京凌晨三四点钟的那种场景似的 还有一位等公交车 现在这个车吧特别好坐 因为人少 基本上都是空车 他那个也是把好多车也是减了那个半次 因为用不着那么多车跑了 没有人坐嘛 季节呢已经进入了冬季了 虽然不是深冬吧但是也是冬天进入了快一半的这个时间了地下有很多落叶 但依然有很多叶子在树上没有掉下来 只要一刮风我相信很快就全部掉光了 这有一座里叫小不是里叫小是过街天桥 旁边呢这些都是小区 现在呢就是哎呀每个小区都是有站岗的就是保安每个小区都有 这个位置就比较亮一些了 我现在是步行在电道上 这个左边这个是主干道 小一眼望去 没有车 现在是北京时间在九点多一点点 没有车没有人 摩托车竟敢大胆的放肆的在主路上开 俯路上都已经开了不过瘾了 因为没有车呀 没有人呀 此时此刻这个路就是他们的 现在不光是晚上白天也是如此 白天那个交通在早高峰的时候 那个交通的状态呢 显示都是全是所有地方都是大大小小的这个路况 都是畅通无阻 都是绿的 没有堵塞的那种提示红色提示 所以就是说他这个所有人都在家 都没出来没有上班 就是一种静默方式了 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吧 但是我认为已经是 事实就是如此了 这里是个加油站 也是 没有车加油 路上呢 已经有很多落叶了 今天下午刮了一下午的风 风力比较大 震风有大概六级多吧 到现在稍微好一点 这都是一些小区 左边和右边都是一些小区 灯也不是特别多 人都在家 但是也没开灯 你看这个楼 几乎也是都黑着 这个时间段也不是睡觉的时候 为什么好多灯都没有亮 不知道为什么 商场和这些公共场所呢 都关了 目前就是有一些个别的餐饮 他可以做一些外卖 但是堂食已经都没有了 外卖还保持 所以这些送快餐的人还能维持生计 瞧瞧这边 一片黑曲曲感觉 那是一辆公交车过来 可以看看里边 我相信里边肯定没什么人 有一两个就不错了 空的有一个 对有一个人 出租车也是全是空的 没有人 其实现在就不用出来跑了 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除了跑空车 那个干号油之外 这也是空的 刚才过去的也是空的 网约车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生意没有单子 只能在家歇着 因为没有人出来了嘛 所以也就没有这种 这种市场了 这边的高楼呢 曾经 闲置了很长时间烂尾楼状态 后来 大概有闲置了 我印象中有个四五年吧 之后慢慢慢慢的就过来一辆车 公交车也是空的 好来慢慢慢慢盖起来了 盖起来之后呢 就对外销售 呃 反正非常贵 呃 这个楼一平米大概是十万以上 当时的销售价格 一般买家买买种一套房下来 怎么也得过千万人民币了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人住 住满也是 你看也是没什么灯 就这样 这小区口封死了 以前都是走门走人的 那个门都封死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暂时 展示到 像 展示到这儿吧 有时间有机会再继续 谢谢收看 拜拜